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云中军上线有几天了啊 大家或多或少都了解到了他的强度 不管是前中后期都非常的强势 一级出门打肉侵基本也是难逢敌手 很多小伙伴私信推荐给我八个票数最高的一级单天王 然后与云中军的分别挑战他们 今天邀请小猫一起来试验一下云中军一级的强度 一级出门买个鞋子不使用召唤式技能 看看战路八名一级的强者究竟能打赢几个 首先第一位用扁鹊对战 扁鹊二技能提加被动层数释放技能还可以回血 一级杆跟他打的英雄也是极少啊 不过云中军一技能可以降低扁鹊对他造成的30%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云中军基本是不怎么下血的 然后试试第二位 刘备出门双喷的伤害可是非常恐怖的 近身打架也是强悍的很 不过自身没有抵抗流血的技能 但是按照这个输出来看 刘备如果完全近身蓄力四喷 或许可以跟云中军换掉 后面又试了一下蓄力四喷 云中军依然没死啊 还是打不赢 然后试一下米月 这个其实没必要试了 不过票数比较高 我们就试一下 米月出门二技能确实非常厉害 不过他的输出和吸血必须要看小乌鸦的数量 被动如果没有扣虚的补充就会弱下去 但是四级的米月可以随便打云中军 然后试一下老夫子 老夫子可是强悍的很 二技能免伤加上被动的超强攻击 对刚小霸王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过出门没有装备的加持 攻速上不去 还是扛不住云中军的流血效果和免伤啊 然后来到票数最高之一 凯 凯到四级可以闭着眼睛杀云中军 但是一级就够呛了啊 出门技能太少 被动虽然很强 但是对手有免伤可以抵消他的被动 其实凯能跟云中军换掉 就是走位太多 加快了死亡的时间 别想了 盘古肯定票数不是一般的高啊 两个流血大王怎么可能没他呢 盘古二技能缴械 也可以让云中军直接原地罚战 不过鸟人一技能很有免伤效果 砍的不算太疼 但是被打了这么久才还手确实很伤啊 云中军虽然优先死掉 不过双筹流血的盘古可是扛不住的 对了说一下 云中军的流血效果如果真触发起来 三个盘古估计也追不上他的双重流血啊 如果鸟人触发了五次被动后不跟他打了 估计能溜死他 然后是东黄这个应该打不过 不过打架需要技巧对不 一定要跟东黄保持零距离贴身打 他的球就很难攻击到你了 不过小猫这个一直顺时针转圈 真是让人头的啊 如果触发了被动后就走开 估计东黄真的没任何办法 来吧 是只小猫推荐的爸爸级别一级单挑王梦奇啊 这个票数真的不高 不过打过我才知道这小胖子有多强 真的打不动啊 被动在他面前就是个摆设 被动出来了要走的动才下雪快对吧 关键人家走的慢你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一技能护盾能抵消爪击的流血 一半血就能搞定云中军 还不是换掉云中军啊 那么今天的试验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